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夜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238集 你知道这一炉宝丹我耗费了多大的心血吗 该死的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呀 为什么要欺骗我 白小桃声音都沙哑了 在这嘶吼中血细宗绝大多数修士都急速靠近 看到了这一幕就连祖风上的神石也都大量的凝聚在了这里 我都说了不让你们靠近不让你们靠近 你说你是不是靠近了 白小桃说到最后 神色透出失望更有苦涩 少泽风血子与大长老等人 被白小桃这么一番话 说的根本就没法去反驳 因为的确是血子告诉业葬 这弹炉不会炸 也的确是说了 无论出现什么麻烦都与白小桃无关 尤其是白小桃说的最后一句 更是让他们神色变化 因为的的确确是因为他们看到这单炉四周的高温越来越热 整个少泽风都要成为焦土 这才无奈之下咬牙进去看了一眼 如今理亏啊 可少泽风的损失太大 他们恼羞成怒 那少泽风的血子一咬牙 物交漫缠 你说我少泽风委托为我们炼药 若是灵药炼出来了 这一切本作也就认了 可如今灵药不但没有炼出 还毁我少泽风 叶子 今天无论如何 本作也要一个说法 少泽风血子冷横 正要强行擒拿白小桃 以此事为借口 为少泽风换来一些好处 可就在这时 等一下 白小桃右手抬起 向前一挥 神色陡然严肃 鼻子耸动了一下 似在辨认四周的气息 不对劲啊 这味道 你们有没有闻到药香 白小桃四下看去 开口问他们 少泽风血子皱起眉头 冷横肿 已然飞出 可就在他飞出的刹那 白小桃身体猛的疑惑 出现在了不远处的一块 单炉的残壁旁 神色内露出震撼 更有无法置信 掀开残壁后 看到了在那残壁下的一粒 散发出五彩光芒的弹药 这弹药 五彩之光环绕 药香不浓 可这五彩之光 在被四周众人看到的刹那 立刻让所有人瞪大了眼 脑海轰鸣 更有不少直接倒吸口气 惊呼出声 那是五阶灵药 我从来没见过五阶灵药啊 就算是戴希宗 能练着五阶灵药的也只有数人而已 任何一个五阶灵药都是无家之宝啊 五彩之光 这正是五阶灵药的一个鲜明的特征 天哪 天哪 居然真的是五阶灵药 四周众人哗然时 白小川心肝一颤 傻眼了 赶紧一把将这丹药拿起 心中无限的腹砸起来 他自己也没想到 居然练出了五阶 此刻有心将其毒吞 可是众目睽睽之下 他只能绞尽脑汁去想办法 不但是白小川傻眼了 少泽峰血子一样呆住 他身边的少泽峰大长老 与那些血色长老 全部都呼吸急促 眼看白小川一把将灵药拿在手中 少泽峰血子猛的大笑起来 身上的煞气瞬间消失 哈哈哈 误会误会 叶藏大师 方才是本作与你开了一个玩笑 少泽峰血子迈不走来 脸上露出充满了真诚的笑容 白小川冷哼一声 没有说话 脑子里飞快的转动 这样 叶藏大师 之前的承诺 我少泽峰愿意给出三倍 少泽峰血子逼近一步 四周 少泽峰的大长老 与血色长老同时走出 将白小川围绕在中间 隐隐包围 当着我的面 敢威胁我中风修士 就在这时候 一旁始终观望的宋军婉 淡淡开口了 一步走出时 出现在了众人之间 他站在那里 立刻让四周之人 内心咯噔一声 少泽峰的血子 更是面色有些难看 眼看双方有些对峙 就在这个时 一个苍老的声音 木然间从祖峰上传来 挥荡在四周 如同天雷滚滚 震动众人心神摇晃 夜葬炼出五阶灵药 是我血系宗的天教 列位中风血色长老 至于此丹 归少泽峰所有 少泽峰准备资源 为夜葬打造血色战袍 话语回荡时 一个模糊的身影 出现在了半空中 那是一个老者 穿着血袍 气势如虹 尾压扩散开来 使得四周所有修士 都心头震动 低头败见 这老者正是宋家老祖 白小春也深吸口气 抱拳一拜 对于宋家老祖的安排 众人不敢拒绝 只能同意 今日全宗都在关注此地 也好 老夫在这里 也要向诸位说三件事情 宋家老祖平静开口 胜意回荡整个宗门 第一件事 七天后 四方修士奉献血气 召唤我血系 从不化骨苏形 第二件事 一个月后 中风血子试炼开启 最后一件 战争要开始了 宋家老祖说完 目光在四周众人身上扫过 无数粗重的声音 回荡开来 一丝丝煞气 不断的凝聚 很快 集合所有人的气息 直撑云霄 四周众人 齐齐嘶吼 大喊着战 在这嘶吼中 整个血系 气势爆发 惊天动地 白小春在人群内 倒吸口气 虽一样大喉 可心中 却是焦急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一念有恒 都散了吧 宋家老祖看了眼 叶子 脸上露出笑容 转身时 身影消散 此地众人 一个个带着战争前的亢奋 也都各自回到自己的山峰 那枚五街灵妖 白小春尽管不舍 可却不得不给了 邵泽风血子 这才与宋军晚一起 回到了中峰 一路上 宋军晚沉默 目中又寒忙闪耀 白小春心底 郁闷焦急 也不愿开口 直至到了中峰 宋军晚忽然侧头 看向白小春 叶藏 中峰血子失恋 我需要你做我的护法 帮我争夺血子之位 血子失恋 存在危险 你不用立刻给我答案 一会儿 我会到洞府后 会立刻闭关 等血子失恋开启前 我会出关来找你 那个时候 你告诉我你的选择 宋军晚深深的 看了业葬一眼 转身走向上纸区 白小春沉默了 望着宋军晚的背影 他心中复杂更多 直至回到了洞府后 他排西坐下 有些发愁 通过宋家老祖的话语 白小春知道 血稀宗的那些老祖 经过这段日子的争议后 显然已经有了决断 两宗的战争 迫在眉睫 或许几个月后 就会开启 沉默中七天过去 当第八天的清晨到来时 阵阵中鸣之声 在血稀宗内回荡 白小春深吸口气 走出洞府时 看到了四座山峰 几乎所有的铸鸡修士 都已飞起 凝聚在各自的山峰上之区 很快的 有八个身影 直接从祖峰走出 如同巨人 轰轰街 踏在了半空中 这八个身影 全身散发光芒 扭曲了四周 只能看到轮廓 看不清样子 在这八人出现的瞬间 所有修士 全部归拜下来 拜见老祖 声音整齐回荡四方 白小春吸神震动 他知道 那些个至高无上的身影 正是血稀宗的八个老祖 无极子 宋家老祖就在其中 还有一人 穿着一身紫色的长袍 气势之强 远超他人 站在半空时 似乎太阳 都有些暗淡无光 阵阵的微牙笼罩四方 如同天微 所有人 释放你们的血气 开血门 一个声音 从八人中传出 回荡四方时 轰鸣扩散 整个血稀宗的大手 猛的震动 所有地面 同时浮现出震发之纹 紧接着 血气红然爆发 从少泽风开始 无数的血气 凝聚到了山尖 形成了一道血色的光柱 冲天而起 紧接着是无名风 中风 师风 最终是祖风 五道血色光柱 全部冲入雨宵 使得苍穹色变成为了血液 化作了一个巨大的漩涡石 血气宗内所有修饰 全部感受到体内的某种血气的翻滚 修为 周然散开 洪鲍鸣中一个个爆发出丝丝血气 这些血气全部升空 就在这时 八个老祖中走出一人 此人是一个中年男子 相貌俞美 自身上有种ить 瘦的 来炼气化血 徐小山 宋缺 雪梅 寒冬 周正风 汗颜老祖 淡淡开口 声音平和 可他身为老祖 寻常话语也有威雅 没喊出一个名字 立刻被叫到之人 飞上了半空 在汗颜老祖前方拜计 随着一个个身影出现 当集齐了八人后 所有血熙宗弟子 都深吸口气 这八人 无不都是 地脉多次潮汐者 都是当代血熙宗的 天教之辈 就在这个时 汗颜老祖 目光落在了中风上 说出了最后一个名字 野藏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